丁曉雯老師,請 這個歌很好聽 然後看起來也是很簡單 但事實上它非常不好唱 對不對 那今天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對這個台語的語言 還是不是那麼熟悉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心裡 好像有一點負擔 你今天其實有幾個字的音準 真的很不穩定 我覺得 不像是我認識的蔡家蓁 第二個 覺得你今天唱這個歌好謹慎喔 非常小心翼翼 對不對 那當然這個歌 可能我們在情緒或表情上面 也會有一點點小心翼翼的 這樣的情緒 家蓁今天在詮釋這首歌的時候 有一些拍子 有一些節奏拍子 你會選擇讓它 譬如說有點切分音 對不對 會覺得說這樣子比較靈活 但是我的看法真正好相反 這樣的歌 其實是要中規中矩唱在拍子上 才會好聽 它不需要花俏的技巧 去帶這個歌 譬如說這邊要唱一個切分音 你敢不聽到會 閃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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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不要這樣唱 它反而是 你敢不聽到會 閃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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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這樣子才真正有真實的情感出現 所以這部分我今天 我對家蓁比較嚴格一點 是 好 因為家蓁其實已經是高段班 我覺得你要再更上一層樓 不只是國語歌 包括台語歌 好不好 好 謝謝老師 謝謝周比老師 請 我其實另外一種看法 我覺得家蓁有一種優勢 就是很努力嘗試 這點我覺得是你的好處 而且你的聲音對這個歌 是合情合理的 我覺得只是要你 再把細節再做好 我覺得因為畢竟 台語這種東西 畢竟是你的嘗試 把它家以時日地去消化一下 應該對你是有很大的幫助 好不好 加油 謝謝老師 好 我們請張正雄來 還有我們的梁敏靖一同 兩位是90.4分 是的 今天都有機會挑戰我們的衛冕者 衛冕者今天的模仁 會能不能突破90.4 繼續衛冕或者卡關 或者是沒有衛冕呢 來 評審請給分 這週祭出台語歌 來挑戰自己的家蓁 是否能夠穩住衛冕者的寶座呢 分數很快來到了 88.4.5 很快進到90分 還有沒有 90.1 90.2 加油聲在哪裡 90.2 90.3 還有沒有 90.3 90.4 90.5 90.6 還有沒有90.6分 恭喜 謝謝 是 你看我說90.5以上的水準 所以要擊潰蔡家蓁 必須要唱到91分 大家加油了 我們來回顧他們今天的總整理 恭喜蔡家蓁 衛冕第12關成功 也獲得1萬塊的獎金 恭喜 再次謝謝現場所有觀眾朋友 給我們的鼓勵 同時也謝謝非常辛苦又專業的 NO.1評審團 謝謝老師 更要感謝用生命伴奏的 孔鏘大樂隊 謝謝 謝謝孔鏘老師 謝謝老師 更感謝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給我們的鼓勵 別忘了每個禮拜六的晚間8點 準時收看 台灣那麼旺 金牌卡位 讚 下週見 拜拜 拜拜